作為台灣體壇近年來的生力軍 電競產業在二零二零年五月 看到了灌籃高手手遊加入戰局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就累積了三百五十萬的下載數 平均每日上線玩家超過五十萬 會有如此盛況 除了灌籃高手援助的魅力之外 手遊產業缺少運動類競技遊戲 也是原因之一 而針對這一點 遊戲官方可是有著雄心壯志 有看過灌籃高手的都知道 稱霸全國這句話 當年帶給大家的熱血與感動 如今除了電競聯賽 跟職業戰隊都蓄勢待發 還要把舞台再拉得更大 從稱霸全國變成稱霸亞洲 目前我們會預計上線的國家 基本上已經涵蓋了整個亞洲區 所以預計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把亞洲區的一些 比如說像韓國等等的一些 國家的一些玩家一起召集過來 我們要辦一個國際型的大型的聯賽 那當然這些聯賽的一些參賽隊伍都會從我們剛剛講的季後賽 以及超級聯賽這方面的冠軍隊一起來報名參加 那能夠獲得這些冠軍賽頭銜的玩家們 就可以直接去參加這種國際級的比賽 電競手遊在台灣有很多種類 但能夠造成盛況的體育類遊戲其實並不多 冠狼高手一方面除了希望能成為台灣體育類手遊的長青術 也不能辜負當年帶給台灣青壯年世代的美好回憶 甚至讓以前沒有看過原著的玩家 重新認識並沉浸在這份男人的熱血與浪漫之中 我來替你喜歡採訪報道